这一套设备是我们目前厂里面在检测产品使用的一个交流电源电压器和电量测试仪 主要的功能是测试我们产品的使用的电压范围和在使用过程当中的电流和功率的消耗值 现在的话我检测一下我们D6产品的低压启动 现在的话我把输入的电压调到187V了 属于一个低压范围正常产品应该在这个电压下能通电启动 现在的话我们产品已经通过低压在这个低压范围内正常启动了 然后的话启动好以后正常能启动以后我们把电压调上去调到正常的220V 好我们现在的话那个电压基本调整到正常的220V左右了 然后查看机器在待机状况下的电流和功率消耗是否稳定 如果有异常的波动波动范围比较大 那说明这台机器在某一个元器件上面在那个漏电或者有短路的现象 现在的话基本电流和功率都稳定在一个相对的相对稳定的一个范围内 所以我们判断的话这台产品属于现在属于正常的通电状态 然后的话我们测试一下我们的功率消耗 现在的话 产品已经被我调整到最大的功率输出了 我们在最大功率输出的时候 220V的状态下电流有2-3A 功率有320W 这个已经是目前的最大输出了 这台产品 电流和功率都符合那个产品的要求范围内 所以说这个是属于正常的 这台仪器是我们检测我们打印机那个接地电阻值的 一般来说我们以欧标测试电流达到25A 测试电阻在100毫欧以内为合格 然后我现在做一下我们这个万毫第6打印机的测试 然后我们调整测试电流达到25A 然后我们的测试电阻的话相应的是64毫欧 这个是完全符合那个国际标准的 这台是我们的那个耐压测试仪 这是我们产品的耐 外壳的耐压程度的 做一个漏电保护装置的 然后的话 我们一般带外壳的 这个耐压测试 是在1.5千伏 我们产品要需要耐压做到1.5千伏 然后我现在测试一下 1.5千伏一下漏电电流的电流量是0.04毫安 是符合这个耐压测试的要求的 还是在换你的电流量是1.5千伏 谢谢观看